是神學培育工作的 過去我就做這個工作 我的說法就是 如果你在天涯教區裏面 如果你上任何神學培育的課程 很有機會都會碰到我 另外我原本的工作 就是在四人修院神哲學院 編一套教材 就是神學普及課程的教材 我們那個課程最後編了四十本教材 就是連帶課程 這個是我過去的工作 我現在就轉了工作崗位 我現在就在教育區的教育事務處 做另外一些價值教育的工作 跟孝明兩夫妻很熟 我們一直都很喜歡 或者很想做這些神學培育的工作 一些普及化的工作 不過通常教友聽到神學就閃了 我們經常說在這裡辦講座 最毒藥的話就是講教義 一講教義就一定是個位數字起跳 後來我們萌生了這個講法 就是補習講 好,很想講一些事情 就是對於一些一般教友 盡量貼近一般教友 吸引到他們會來聽聽 實際上我們都是想講神學的 今天這個主題大家看到 就是怎樣回應新教朋友的信仰挑戰 但是你其實就是基本上被我騙了 老實說 為什麼呢? 如果你說答這些問題 第一個騙你就是先銷售 其實就不用我說的 如果純粹在技術層面 回答你們很關心的問題 有兩本書都很好 一本就是新達合文 就是徐錦玉神父寫的 不過這本書原來已經絕了版 這個是二手書來的 還有兩本 不過那本書很新 另外楊孝明自己 他本身原本是基督教的 他其實是轉會轉過來天主教 他很熟悉基督教的內容 所以有他在座陣 我才敢講這個課題 有他可能幫我回答另外一些問題 他也有一本書就是回答這些問題 所以如果從技術層面 你說我被人曾經問到口咬咬 我不懂回答 我現在想學一下怎麼回答 你以下聽的內容 就對你幫助不大 其實這兩本書對你幫助更大 你可以聽完之後 就買這兩本書 或者你已經不想聽了 中途離座都不要緊 我們很自由的 沒什麼所謂的 其實今天的講座的重點 騙你來聽的是 就是後面那一段 就是 為我來說 我經常說 答這些問題當然有很多技巧 有很多技巧去怎麼回答 但實際上 最精潔的地方 就是你對信仰的理解未必足夠 才令你覺得那些問題很難回答 所以我就希望說一些再核心一些的事情 希望能夠 不知道做不做得到 希望能夠深入淺出 說一些其實你原來 你正在返回的天主教 這個教會是什麼意思呢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可能你也聽過一些 但是你其實沒有什麼搞清楚 就是這個聖傳 這個字在教會裡面是什麼意思呢 希望由這些地方入手 如果你掌握得到這些概念 你就會容易些去處理 就是新教的朋友問的問題 有時候他們來問你的問題 不單止是你答不答到的 也可能是令到你有一些迷惘 或者令到你有一些憤怒 就是等等那些情緒 希望你搞清楚這件事 你是能夠明白 其實你和他的差別 究竟差別在哪裡 有時候不是一個非似即比的問題 就是我希望今天做到的內容 我們就跟著一起去探討這個問題 好 我們開始真是說那個內容之前 我們都靜一靜祈禱一下 恩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媽 全靈人自的天父好感謝你 讓我們在這個周末的下午又聚在一起 每一個前來聽講座的教友朋友 我相信都是有一份很渴慕你的心 所以他們才願意花時間 特地走來 讓我們聚在一起 都求天主你開啟我 也都開啟每一位聽眾 讓我們彼此去交流去啟發 在這個過程當中 讓我們更加了解你 都求你一直帶領我們 以上所求是恩主耶穌基督之名 而求求你苦聽我們的祈禱 是嗎 恩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是嗎 好 我們就開始講座的內容 其實第一個點就是挑戰是什麼 通常都是這些挑戰 我們知道 作為天主教徒 時常給新教的朋友 就問這幾個問題 你們拜聖母 你們有教宗 或者在這邊的圖案 你們的禮儀 其實是不合理的 或者我們沒有的 尤其是那些 你為什麼要扮修和盛事呢 自己和天主修和就可以了 等等這些問題 很常就是面對這些問題 當然你可以逐個去學 有些很簡單 比如拜聖母 如果你看書就說 第一件事我們就強調 我們不是拜聖母 我們是敬禮聖母 但是他又會跟你說 你明明是拜了 第一 從實際層面這些爭論 其實是很沒言沒了的 也都很老實說 教會裡面真的有人拜聖母 你說是敬禮 有些人去到這個情況 我都收過 我間接收過 其實是我太太 有人私人聖母聖母聖衣給他 說很靈啊 會有這些情況 如果從實際層面 就很多事情很混亂 你可以說是 如果要講這個部分的話 但是當然如果你去讀聖母學 或者看一些書 講聖母 我們知道我們不是拜聖母 聖母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有某些意義的 他代表了 作為一個圓圓全全的人 他能夠圓圓全全地聽天主的旨意 所以他最後能夠得到一份特殊的恩典 簡單說就是這樣 會有一些這樣的說法 問題這個說法 他又不接受 你又未必講得清楚 很多時候我們就面對這些所謂困難 教宗也是 人家就說 你那個教王 你就聽完他的話 有時候我們又搞不清楚 其實教會的制度是怎樣 所謂教宗 當然你都可以去學的 教會學 你可以看一些書 講教會的結構等等 聖士更加多人 很有興趣學 就去讀一些聖士 究竟是怎樣 就是你個別可以處理的 但是我想說 我回到一個point那裡 就是回到一個point那裡 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 其實 為新教的朋友來講 他說你這些東西全部有問題 是建基於一個點的 是建基於什麼 沒錯 其實就是建基於聖經沒有寫 你跟新教的朋友討論這些問題 其實就很簡單 他跟你講 你講所有東西都沒有用 他就跟你講 聖經沒有寫 我們就是唯讀聖經 對於新教的朋友來講 所以 我們就是跟聖經 你們就是自己作出來的 如果從這個point來講 我們審視剛才那三樣東西 你又不能夠說他完全講錯 如果你狗潛在這個位置 聖經確實沒有講過聖母的身份 他只是說他是耶穌媽媽 他沒有說過他是天主之母 是你們說出來的 教宗 是嗎 是 百多禄是頒獎 百多禄是頒獎 不代表你後來的教宗是頒獎 就是這樣說 聖士又更加是 你通常都聽別人說 我們說七件聖士都是耶穌建立的 你如果對著新教的朋友這樣說 你就一定會中招 他就告訴你聖經哪裏是耶穌建立的 最明顯你可以說的就是感恩聖士 因為那段經文就一模一樣 你還可以說 有些討論很有趣的 有人討論過 整本聖經 你會懷疑 究竟十二中途有沒有領洗的 是啊 沒有寫到的 是啊 他們最後就領受了聖神 即是他們有堅鎮 可能沒有領洗 你不知道 聖經沒有講的 如果你用聖經去講的話 你很難講的 修和聖士那些就更加了 修和聖士完全沒有 其實修和聖士如果回到聖經的記載 就在雅各伯書那裏講的 很明顯雅各伯書就有講到一些 似乎是同修 搞錯了 這個是病人婦幼 就在雅各伯書那裏有的 其實其他的聖士 其實大部份在聖經都沒有直接的記錄 然後整個版就請大家寫下那個電郵 如果你想收回我跟著這個powerpoint的話 或者是給你一個link 是不是 那個不用了 只是那個powerpoint 你如果沒有寫過的話 你可以寫下 這次要給這次的 這次要給這次的 因為他才知道 寫給你 寫給你 拿回那個powerpoint 如果你不需要 那個powerpoint 你就可以不寫也可以 就是剛才那些 你跟基督教的朋友講的話 如果你要逐個處理 你就要處理他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聖經無講 聖經無講 於是我們就要去問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問一下 聖經為何是信仰的根據 我們要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說聖經沒有講 所以不行 你可以再問他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聖經講了就可以 是不是 現在他就說你 你的信仰不行 你的信仰不行 我說為什麼 我們一向都是這樣 聖經沒有講 好了 那你就問他 為什麼一定要 聖經講了才行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這個思路 大家跟不跟到 這些思路 不是平時的思路 明明是聖經在這裡 就是聖經 但是你想想 聖經其實是什麼 什麼來的呢 聖經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這裡就和大家講了 其實 你無論是天主教好 無論是基督教好 或者我們不太熟悉的東正教也好 你其實真正信仰的對象呢 是天主 是不是 你其實是信天主嘛 不過 你是見不到天主的嘛 你接觸不到他嘛 當然啦 個別人士很有神恩 我不知道 可能你半夜整天都 聖滅箱都是坐在你床尾跟你聊天 我不知道 不過那個也不是天主 那個也是天使 我不知道 但是一般人我們就說 我們接觸不到天主的嘛 那其實什麼人接觸過天主呢 什麼人接觸過天主呢 第一我們就說 就是以色列人 那我們怎麼知道以色列人接觸過天主呢 其實就是聖經的記載 就是說聖經裡面記述了 以色列人 在他們的過去 他們曾經有一種 他們是跟天主交往的經驗 那他記下了 當然這個問題 背後再複雜一點 我們遲些 我遲些講聖經 我們再講 但是簡單就是這樣講 就是 你其實聖經那個重要性是什麼 聖經的重要性就是 他記了以色列人 去跟天主交往的經驗 這個部分呢 是複雜一點的 因為那個也是有 如真似患的那個地步的 是吧 就是以色列人覺得 現在講阿巴郎 都未必是 真的有個阿巴郎的 以色列人究竟 我們說過紅海 也是不是真的呢 有很多討論的 但是總之就記了這些 但是我想講的重點就是 其實聖經的重要性是 他記載了這些經驗 才是那個重要的 就是在歷史上面 曾經發生過的一些事情 這一點呢 放在新約就更加明顯了 我們說 到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就是在聖經上面呢 記載這個人的言語 和行為 記載這些東西 而這些東西呢 是讓我們明白呢 人怎樣可以走向天主 就是說 我們是相信 我們是相信 他曾經在公園前 六年左右 耶穌出生 這個人呢 在公園前後 公園後 公園後 不是前後 公園後 在巴勒斯坦這個地方 講過一些事情 做過一些事情 而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 因為人能不能夠呢 就靠這些事情了 是在歷史當中發生過這些事情 這個才是重要的 那 問題是 所以我說 無論是以色列人 或者耶穌都好 其實重點是 在歷史上發生過這些事情呢 才是我們信仰的根據 就是說 在 耶穌 耶穌的一生 才是我們信仰的根據 講到最簡單 耶穌的一生 才是我們信仰的根據 不過 不過 我們就生得遲 是不是 我們最近才出生 所以你見不到耶穌 或者你再 除非你能夠去到歷史 公園前 我們現在相信 可能是公園 二千多年 就過紅海 你沒有經歷過 我們現在最近才出生 所以那些事情是經歷不到的 所以你唯一能夠知道這些 在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 就只能夠在聖經裡面見到 所以我們說 舊約其實就是記錄了 歷史裡面 以色列人 和天主交往的各種經驗 就是說 那個經驗本身 才是我們信仰的根據 同樣地 新約裡面是記錄了不同人 他講耶穌的言行 所以 都是耶穌的言行 才是我們信仰的根據 換言之 整部聖經 就是說我們聖經 為何作為我們信仰 一個很重要的根據 是因為它是記載了天主 在人類歷史上做過的事情 所以這個主體是它做過什麼 而不是聖經本身 聖經為何這麼重要呢 是因為它記載了這些東西 而不是聖經本身 這本書 總之這本書就是 神聖的經典 我們就只能夠跟著聖經 這樣 其實就不是這樣的 而且呢 再在這裡引申去講一點 關於聖經這本書的問題 就是 天主教 基督宗派 其實講聖經 就是最 就是 我經常都說 跟回教是很不同的 因為回教的可蘭經 就是真的有本 完完整整的可蘭經在這裡 即是他們的可蘭經 還是毛罕密德寫的那本來的 但其實我們天主教 是沒有一本 Excelli的聖經在這裡 即是你馬上想 不是啊我們有《詩高聖經》 但問題是第一 《詩高聖經》是中文聖經 它很明顯不是 不是耶穌講的那些說話來的 是的 而且 而且我們知道 其實 現在我們所有的聖經 已經是最古老的聖經 都是在講公元三到四世紀的版本來的 即是聖經那些經卷 尤其是我們講新約 簡單 舊約再遠古些 我們經常講新約 新約裡面的經卷 最古老的那些 最初寫出來的 大概是在公元五十年 到一百五十年之間 那一百年寫成的 但是現在我們有的聖經 最古老的那本 大概都去到公元四百年 才在這裡 所以我們其實是沒有 原本的版本 已經是 所以 關於聖經是一件很複雜的事 是一件很複雜的事 所以我們先預告一下 我們遲些可以講一下 聖經也是有趣的課題 但是為什麼不重要呢 為什麼我們說 既然是這樣 我們好像沒有聖經 我們就很複雜 因為不重要在於什麼 因為我們不是真的要靠一本書 去作為我們信仰的根據 而是本書裡面記載了 這裡說 就是 它裡面記載了 舊約的人物 和新約的耶穌基督 在歷史上做的事 而那些就是我們信仰的根據 如果我們可以透過這本書 去探究到那些內容的話 它才是支持我們信仰的原因 好 講到這裡可以嗎 可以嗎 好了 剛剛是講一個面向 就是講給你聽 聖經的重要是它的內容 重要是它的內容 現在就從聖經的形成去講 從聖經的形成去講 就再進一步告訴你 聖經沒有你想像中 不是你 聖經沒有新教的朋友 想像中那麼高於教會的 如果你對新教有些認識的話 在新教裡面其實有一個傾向的 就是 聖經是高於教會的 因為唯獨聖經 所以 你只要跟聖經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跟了聖經的話 甚至我們可以 我覺得聖經是對的 教會裡面說錯的話 最後很容易分裂 就是這樣的原因 在新教那邊 就是很容易會分開 因為我才跟聖經 你不跟 這樣 他們經常講一個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這個究竟是笑話還是真的 就是說 試過有堂會 有堂會 就是說 聖經裡面沒有記載過 是彈電子琴的 是吧 聖經很明顯沒有記載 所以我們不接受你們彈電子琴的 那些 不要緊 大家就因了解而分開 那就分開了 我不知道另一邊彈什麼琴 會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 他的教會 是低於聖經的 所以他們經常說 我們不跟聖經 你們只聽教會的話 其中一個就說我們 但是 我們 回去 我們看看 審視一下聖經的形成 審視一下聖經的形成 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 是教會出現了之後 聖經才形成的 這個又是回歷史那裡了 我們回憶一下 其實你大概都知道的 不過可能有時候你蒙糊一些 就是 我們說 剛剛過了耶穌升天 耶穌升天 耶穌升了天 那些門徒就在那裡等 現在等什麼 等聖神降臨 聖神降臨 聖神降臨 就是教會的開始 聖神降臨 教會就開始了 如果我們跟這個思路 耶穌升天 耶穌應該死了 不久就升天 就是一年之內 我們不知道多久 沒有說到 與耶穌的年紀的話 其實那時候 大概就是公元30年 因為耶穌33歲死 但是現在通常就說 耶穌出生應該是公元前六年的 所以是公元27年 大概 我們再拿個整數 大概是公元30年 耶穌死了 教會建立了 現在 新約裡面 我們相信 寶錄最古老的書信 最古老的書信 是德薩諾尼人前書 寫於公元50年左右 那究竟先 那究竟先教會 還是聖經先呢 很明顯是先教會 教會出現了先的 這個第一點 即不算教會的那些經卷 我們說新約的那些經卷 其實是教會出現了先 譬如說 耶穌升天 聖神降臨 建立了教會 其實這些人 建立了教會裡面的這些人 包括中途在內 他們就是在講耶穌 講過什麼 還有做過什麼 不是我們沒有人知道的 你想到了 是不是 如果不然 誰知道呢 其實就是靠中途 我們叫中途 其實是另一個名字 就叫做見證人 見證人 見證人 不一定等同於十二中途 見證人是指 在耶穌生前 一起和他生活過 最後目睹他死而復活 即見證他死亡 最後見證他復活那幫人 如果我們相信 保禄講的東西 是沒有假的話 人數可以多達三千人 因為他在格南多人前書 那裡數的 即數過級數 最先是百多六 中途 還有三千個兄弟 最便宜就是我 即是保禄很謙虛 從見證人角度 他是這樣的 因為那些人 是和耶穌基督一起生活 死再復活 保禄就只是見證了復活的耶穌 其實他前面沒有的 當然都是有他謙信的地步 這些人就是和耶穌生活過的人 好了 教會建立了 他們就開始講耶穌的事情 講耶穌的事情 他們是最有資格講的 即是等於現在 你要為你父母寫回憶錄 最有資格是誰呢 就是你了 當然如果你說為了 為你父母寫回憶錄 最有資格可能是你媽媽 為甚麼 他一輩子都和我一起生活 這樣就是最有資格 所以這段時間 其實這些見證人 其實他們根本不需要聖經 用現在的說法就是 我就是聖經 聖經就是我 這樣 即是 我最厲害 我一手 我看著耶穌被人釘死的 這樣 那你跟他說甚麼 我經常說 中途傳教 跟我們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是吧 即是我們要講很多道理 是啊 這樣解釋 他不用講道理的 就是一句說話 我見到 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他講的東西 中途講的東西 就是聖經的內容 我們現在的聖經的內容 就是來自中途 這些見證人講的東西 其實沒有其他東西的 所以我們說 他們才是聖經形成的核心 而他們 就是見證人 以及他再傳下來的人 他們最後是組成了教會的 即是他們是形成了教會的 所以從這樣的角度來講 教會是先過聖經的 而且 再下去就是說 今天其實為什麼我們是有這二十七卷新約的經卷 這個我經常覺得好奇 我不知道楊康明以前在教會對方怎麼回答 我新教的朋友究竟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為什麼是這二十七卷呢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現在的《聖經》 基督教出的就是叫做《教会经外文献选择》 有一套这样的书 有旧约篇有新约篇 你就会发现你去看一看就发觉 个个钟头都有福音 几乎个个钟头都有大事录 事实上当时不止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作品 作品是多很多的 那你就问当时这么多作品 为什么最后是这27卷呢? 在历史当中就很简单了 在历史当中 就是我们不讲抽象的东西 就是当时的教会团体 简衣27卷 我们重看今天 流下来的一些圣经 尤其是新约的纲目 基本上就是 有一些团体 我们现在剩下的纲目 最初期的那些不是全教会的 其实都是个别地方的 它列出来 就是列出他们自己 读哪些经卷 甚至当时你可以想象 其实没有圣经这个概念 最初最初 它就是 他们本来就是听见证人说的 但是见证人少 发展得多 又没得录音 不像现在是录音 Zoom 没得看 唯有抄下了那些内容 就传了 传到不同地方 他们就 他就会选一些 他觉得 对他信仰是有帮助 合乎信仰的东西 就读给大家 在这个过程里面 发展下去 漸漸就发觉 很多地方教会的团体 都是选择相同的经卷来读 就是我们今天的四福音 其实就是这样形成的 就不是他自己生出来 就变成了福音 而是有这些书 越来越多教会团体去读 那这个呢 如果你要用一些 神一点的说法的话 就是圣神的带领之下 令到大家都读这些书 你从一个实际一点的层面来说 就是当时的教会团体 他们是听着中途的教导 见证人的教导 他听了那些道理 他自然会选一些 合乎中途讲的那些道理的书 来作为他们继续去发展信仰的内容 这个是很自然的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要记住就是 其实在历史当中 究竟什么作品是圣经 最后选哪些东西成为圣经呢 是教会决定 而不是圣经决定教会是怎样的 所以在我们天主教的角度来说 是教会先行先 但这个说法不是纯粹 因为我们的道理是这样的 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是先建立了教会 教会是先过圣经的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圣经是后来先形成 而且圣经最后变成今天这27卷 是由教会团体决定 而不是他自然 好像自然的会黏在一起 不是这样的事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 你说我们跟不跟圣经呢 其实你是要考虑 就是教会这个因素 圣经不是纯粹存在的 圣经不是纯粹存在的 它本来能够成为圣经呢 正正是因为它在教会之内 在教会之内 虽然是这么说 但我们不是贬低圣经 不是贬低圣经 即是你马上说 如果是这么说 今天凡帝刚说 说些东西跟圣经相反 可以吗 在教会之内 不是 因为圣经是有它很独特的地位的 第一 它是第一手报道 什么意思 圣经里面的记载 是最贴近耶稣基督 在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最近 耶稣基督的记录 就是圣经 就是圣经 因为这些圣经 我们相信它最初是中途直接讲 虽然他们讲的东西 经过很多重之后 才形成我们今天的圣经 那个样子 但是 都是来自这一手资料 都是来自这一手资料 就是回头去编回忆路的说法 对不对 如果你妈妈 说回你爸爸的一生 说了之后 你妈妈不懂得写书 他找个人去编辑 那便编过 是不是重新编过 知而此类 又要认识一些稿 知而此类 即使是做了那些工序的话 这个都应该是最贴近 所以它是很特殊的 它是在当时就认成 我们说在耶稣基督死了之后 大概十几年到一百年左右 就认成了 它是第一手资料 第二就是 它同时得到一个认证 就是在当时的教会 承认它是信仰的根据 不是后来的 是当时 它是当时的报道 同时是当时最贴近耶稣生平的人 他们决定这些是我们信仰的根据 所以在这双重的认证之下 我们就会承认圣经 是作为我们信仰的指导文件 所以我们不是否定圣经的地位 不是否定圣经的地位 它确实是指导我们如何生活 不过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 即是我们回应新教的朋友 其实那个核心就是在这里 我们不是不尊重圣经 但是圣经不是独立存在的一本书 不是独立存在的一本书 它是在教会之内的一本书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 我再进一步去让大家了解这个讲法 这个因为跟教理讲的 可能辣明一点 但是想说 所以另外一个讲圣经的话 在天主教教理里面 你如果回去看 大概我后面印了77条 在前前后后 你可以回去自己看的 当然了 我们经常说天主教教理的可报之处 就是他每个字都看得明白 但是你不知道他说什么 就是他的特殊性 就是在这里 他就用了一个这样的字眼 叫做啟示的传递 啟示的传递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回到前面说 我们说耶稣基督降生 他就用他的言语和行为 告诉你 人怎样可以走向天主 这个人怎样可以走向天主 就是福音 就是good news 是好消息 所以人如何走向天主 这个就是那个情况 那问题就是 这个好消息 就是耶稣基督的言和行 那些内容 他是要传下来的 所以这里叫做啟示的传递 那个啟示 其实就是刚才说 人如何走向天主 这件事 如果你简化去说的话 这件事是要传递下来的 但是我们想说 消息就只是消息 就是好消息 都只是消息 他不是件事件本身 所以我们说 中途将他所见所闻 告诉下一代 这个就是那个传递 这个就是他传下来 要传给我们的东西 要传给我们的东西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结合我们前面的东西 就是第一 其实中途就要用一些方法 传递的信息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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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重点 就不是纯粹是那个信息 而是那个信息 要指向那个历史事实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那个历史里面发生的那些事 但是他要传递的 他都要传给我们 那便会有一个传递的过程 在这里 就会有一个传递的过程 这个传递的过程 这个传递的过程 其实就有 教会讲 就有两种途径 一个途径就是圣经 就是当时的传递 就是说 中途说了这些东西给你听 耶稣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如果不背起自己十字架的话 就不能够去到我那里 我们就知道他说了这句话 就记下 最后他就形成了圣经 圣经 圣经就记载了以前耶稣讲的内容 这个就是传递的一面 就是我们现在熟集的一面 所以我们说我们看圣经 也是新教的朋友 很多时候很强调的一面 就是耶稣讲的东西 这样 所以我们要跟随 但是其实有另一面 这里想说就是另一面 另一面是什么呢 就是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 其实我们 中途不只是去讲东西 以及记下讲东西 中途还有什么呢 中途呢 他自己是有个团体的生活 这个就是教会了 在教会里面呢 他也都会讲他要讲的东西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传递来的 他都会按他 学了耶稣的东西 去做一些 未必是耶稣直接讲出来的东西 其实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举一些 耶稣 耶稣 就立了中途嘛 是吧 他就十二中途 或者是收他们做门途 是吧 好了 到中途 他是不是只是 又找回中途呢 不是啊 他就说 我们这些就负责祈祷而已 煮饭不要找我 是吧 你经常有煮饭那些事 你不如我们做些执事出来 是吧 他们就操管饮食 不要妨礙我祈祷了 他们就去搞定那些 分不云的食物 那些做法 耶稣很明显没有教他们的 不是耶稣说的 是中途自己说的 但是中途自己说 是不是就违背了耶稣的意思 不是 只不过是 按照历史的发展 当局面不同了的时候 你会按照最初学会有些新的做法出现 而这些东西呢 有时反过来 会让我们更加明白 其实耶稣最初是什么意思 甚至是 甚至是 你可以说超越圣经 我们后面有一个例子 总之我想说 这个传递呢 有文字上的传递 它就别了圣经了 其实呢 还有一个叫做生活上的传递 生活上的传递 包括呢 语言 行为 团体的行动 最明显为天主教会的话 就是礼仪 这些呢 就是我们另一边的传递 另一边的传递 它同样是 将最初的事实呢 用另一种方法传递出来的 它就不是用文字 那不过 这些传递方法呢 就是用文字的传递方法 你就很容易了 去到公元二世纪 圣经写完 就完了 就固定了 生活的传递呢 就是一路变化的 一路变化 而新教的朋友呢 就不承认这个传递的部分 就是他只是承认圣经 的确是圣经 因为当时固定了嘛 他不承认 教会团体是有这种呢 那种 你们不断发展的那种状况呢 原来都是代表 根源着最初耶稣基督的言行 并且是有他那个 应该跟从的那个意义 他们就不承认 而我们天主教就承认 我们天主教就承认 这个就是我们跟他很大的差别 所以呢 刚才讲的就是 天主教教理就是这么说 他很强调什么呢 他说 为了令福音 如何让人走向天主 这个信息呢 在教会里面呢 保持完整和生生不息 保持完整和生生不息 是两个向道的 第一呢 不要遗漏了一些完整 但是同时呢 不是停在那里的 是生生不息 有两个向道的 因为福音是有这两个向道 就是第一 人如何走向天主 你要真是明白这个道理嘛 这个就是完整 但是呢 你要实践这个道理 那个就是生生不息了 就是 譬如我们说 你怎样得救啊 我们说 在马特福音那里说 在公审判说 你要对你最小的弟兄 做的事就好像对我那样了 那你要掌握到这个道理了 这个你可以说是完整 这个道理了 那怎样才叫做对最小的弟兄 做那些东西 尤其是现在那些弟兄 又不是口渴 又没有坐牢 又没有肚饿 甚至吃得太饱 要减肥 那怎样才叫做对他做的东西呢 那这个就生生不息了 就是环境改变了嘛 那他怎么做呢 就是这两个部分 那 教理就说呢 为了这两个部分呢 中途就立了主教作为他们的继承人 就出现了一个叫做 《训断职务》了 出现了一个叫做《训断职务》 为了令到这个传递是能够一路传下去的话呢 主教就有这个愤怒权 有这个愤怒权 但这里我不详细说 是不是越讲越远 这样 他呢 他想说呢 就是这个愤怒权给他们呢 其实就是让他们去帮助这个福音呢 能够继续好好的传下去 传下去 那另一边的话呢 其实就是那个所谓以特殊方式写的默感书呢 的宣讲就是指圣经了 就是另一方面呢 也都要让圣经能够呢 一路传下去 所以他其实是在说两样东西 同时已经在说了 就是一方面他在说 教会需要传下去 另一方面呢 圣经需要传下去 其实不是只有其中一边而已 两边都需要的 在我们的教会那里 那个讲法是 其实这两边加上呢 我们就会出现这个字眼了 就是所谓圣传这个字眼 圣传这个字眼 圣传这个字眼 如果英文的话呢 这个字眼就很简单而已 就是大佳的T之下呢 的tradition 就是如果用中文讲好的时候 我们就叫做传统 但是教会就会叫做圣传 就是圣传 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说 刚才说圣经呢 就是文字的传递 不过圣经的文字传递 到它写好了就停了 那教会要保存它 要保存它 另一边就说 教会有一个所谓生活 生活 这个生活呢 其实都是把福音一路传下去 就是刚才的说法 不过这个传达呢 我就用了一个字眼 不是教会用的 这个字眼是我用的 就是一个实践性 就是说 它要试试它 work不 work 这个情况是 就是圣经写了在这里 圣经写了在这里 那些道理写了在这里 究竟 work不 work呢 其实就是教会要去做一下它 要去做一下它 你不做呢 你其实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这样 所以我在这里说 就是圣传呢 就是自己在教会生活里面 怎样将启示真理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福音等等 就是实践出来 这个实践呢 甚至再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呢 就是它会将 耶稣基督的言行 背后更加深的意思 慢慢呈现出来 慢慢呈现出来 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圣经 我们在圣经 它已经记载了一些东西 其实它里面可能有一些 再深的意思 再深的意思 你怎样可以掌握它呢 你就必须要去探讨 实践 做啊 想啊 等等的话呢 你渐渐才会再了解它 而我们说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称之为 教会生活上面的实践 用回神学的字眼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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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圣传呢 其实就有几层意思的 我希望帮大家再 不知道是搞清楚点 还是搞乱点 祝你好运 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件事 就是 其实就是 教会 要传一些东西 将那个 耶稣基督的言行 透过行动 这个行动有时候 包括就是 做 亦都包括 思考反省 就传下去 如果 如果 确实 将那个 道理 能够更好地 传下去 那么这个 这个行动 更好地 传下去 这个呢 其实就是 圣传最重要的意思 就是传承了 就是我将这些好东西 再传下去 教会用一些字眼的 你经常都听到的 你就不知道做什么 其实他就在说这些东西 就是 信德保护 这些字眼 对不对 所以你经常都怀疑 梵帝光有个地方 放了信仰在那里 就是个笑话就是这样 他说 为什么梵帝光是 信德保护 因为每一个人去完梵帝光之后 就把信仰 信德摆下了就走 所以他最多信德 其实他这个字眼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 其实我们要相信一些东西 那些东西是最核心的 最核心 这些东西 我们是透过整个教会的生活 一路传下去的 一路传下去 它是需要有个变革 传下去的下一代 我举一个例子 现在未必很恰当 但是可能会帮到的 工业革命开始 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叫做 新事物通语 当时的教宗就出了新事物通语 他就是用教会的道理去回应工业革命 其实他的道理已经是成全 因为过去教会已经很重视人 他就当时以一个重视人的方式去回应这件事情 好了 最近 现任教宗 方济国 他有个通语 就是愿你受赞种 愿你受赞种 我们很多时候说是一个环保的通语 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认真看的话 这份通语就是承接新事物的说法 不过时代一直发展 我们发觉 你讲社会生产方式 你不讲环保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它就传承下去了 它其实是承计的思想 不过它再发展出来 就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宏观点 其实后面有其他例子的 实际点的 但是这个就宏观点 所以第一个是指传承 好了 在这个传承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会建立了一些东西 是比较实在的 相对来说比较实在的 就是呈现了我们这个传承的 那么我们通常指圣传 就会指向这些东西 指向这些东西 最典型 我们讲圣传 讲tradition的话 讲圣传这个字眼 我们通常都用这个做例子的 就是感恩祭里面 神父祝圣 圣体那段经文 那段经文就通常讲圣传最常讲 为什么呢 你发觉和福音是一模一样的嘛 由福音开始就传下来了 你的礼仪变得七彩都好 最后这些东西都不动 一路都不动 其实礼仪变得七彩的嘛 就是 你想想 如果你是行特伦多礼的话 和我们今天的礼仪简直是两件事 但是这段经文没有变过 很明显了 就是一代传一代传 这些就是 这些就是属于在圣传里面 不需要变的那些来的 就是很明显是圣传了 这些就是大家比较容易明白圣传的事情 你会觉得 但是我想说 其实重点不在他不变那里 重点是在传下去的那一点上面 就是说 一代一代的教会 其实他们是传了一些东西下去 不过 随着不同的时代 他会有不同的表达 而我们相信 教会在这个传大的过程里面 是越来越把耶稣基督的言行 是呈现得更加好 好了 那么在这个传递的过程里面 其实又会形成第三个层面 我们说的圣传 就叫做传统 我这里不是用传统 就是用了传统在中间 就是教会的生活习俗 我用这个字眼 就是说 好了 我们一代代传下去的时候 我们一代代传下去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传的过程 是会发生很多可能性的 发生很多可能性 我最喜欢在这个位置说 就是说我不熟悉的礼仪 就是说你在这个传统下去了 我们今天 其实我们面对的情况 就是大家不远回 这样的圣祭了 很多人 在这个传承过程里面 有人就会反思这个问题 尝试其中一个处理方法是什么 开儿童离杀 这个是一个习俗 这个还没有传下去 虽然我们在教区也有很多开儿 但是有很多争论 而且它不是整个教会的做法 其实这就是那个回应 其实我们根本教会生活 就是不断去回应这些新的问题 遇到新的问题 我们就会有新的方法 尝试去处理 有些就会形成习俗 我们称之为习俗 于是在香港教区就有移动离杀 有移动离杀 那它是不是真的反映了我们信仰的核心呢 或者成为我们信仰重要的一部分呢 不知道 可能终于发觉 是啊 真的是这样 还开花结果 有老人离杀 有男士离杀 有女士离杀 我不知道 随时被人卷拐 你不知道 我们有这样的发展可能 但是也可能没有的 就是这个层面的传承呢 就是变幻当中的 变幻当中的 所以我们说呢 有这几个层面的意思是圣传 但是如果你觉得很复杂 你就不用管了 其实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 教会除了圣经之外 教会除了圣经之外 其实它是有另一个方式 去将信仰的内容 一直传递下去的 一直传递下去 而在这个传递的过程里面 因着社会的变化 这个传递呢 是会有不同的形态 而我们相信呢 由于教会是耶稣基督建立的 这个不同的形态呢 其实只是一路去更加 彰显到耶稣基督 要我们明白那些道理 这个就是天主教的态度 好了 好了 讲到这里 一大堆道理了 有人睡了 已经是很艰难的 那我们就回去 尝试回应那些问题 就是 它说你一定要跟圣经 它说你一定要跟圣经 那我们就尝试找一些 圣经都答不了的问题 这些有些aggressive 这些回应方法 其实不是太好 不过我们自己 这边说就算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不做犹太人 可不可以得救 圣经讲明的 是吧 巴郎就跟天主立了约了 是啊 你要做我的子民才行 你不做不行 不做犹太人 可不可以得救 香港人就比较含蓄 其实你的心就知道 都得交 不过你明知道答案是这样 你就免得回答 我们通常都是这样 我们很明显不是 是吧 旧样的概念 就是 虽然是这样 但我们知道今天 我们全部都不是犹太人 是吧 但是有趣的地方 我们回去 初期教会 初期教会 这些中途是跟着耶稣的 跟着耶稣生活 三年一起 他们都有这个挑战 而这个挑战 就写了在圣经上面 一个好玩的地方 就是 他们还变成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割不割损 因为所谓你是否犹太人呢 男人就是 你有没有做割损离 那又是很有圣经根据 当初立幼就说明这件事了 男人要割包皮 不是不能做犹太人 你就不能够了 所以初期教会 是藉由这个技术 大家有兴趣呢 回去找中途大使录看 或者找保禄的书信 在加勒大人书里面 都有提不到的 就是 其实初期教会 就是面对这些 和犹太人的紧张 因为 保禄一路传教 就开始建立了外邦教会 最初没有这个问题 最初大家都是犹太人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保禄一路推广业务 推广到没有犹太人的地方 或者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基督徒混习的地方 在这样的情况 那些非犹太人的基督徒 当然是没有割损 也没有可能割损 大家知道 所谓的割损就是割包皮 所以犹太人是很聪明的 为什么一出生 不知道多少天 十天 就要割损原因 因为小朋友割是很简单的 你大过才割 就随时会死的 以前没有这样的科技 其实是会出事的 所以你叫那些 非犹太人的基督徒 那怎么办 那当然不做 但是在这个情况 宗教警察就出现了 有些在耶路撒冷尼 那些就说 你不行啊 你不行啊 你不割损的话 你不可以成为犹太人 你不行啊 就整天去犯别人 犯得很厉害 烦到某个地步的话 其实就吵架了 你如果看加拿大人书 保禄就骂白多禄 因为他当时见到白多禄 就不敢跟这些 非犹太的基督徒一起吃饭 他就说你没有搞错啊 那样 即是直接吵架的 那中途大使徒也记载了这件事 就是事情越骂越大了 越骂越大 骂到最后呢 这个是中途大使徒 他就说 有从犹太来的几个人 就教估弟兄 你们不按梅室的惯例行割损 就不得够 就是那个背景 这些是圣经 不是我说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最后呢 保禄就和巴尔纳伯 一起上耶路撒冷 和那些中途和长老 谈这个问题 谈这个问题 那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他们搞了一段时间 就说了 就去说了 但是呢 过程里面受欢迎 但是都是有些 就是犹太 法理错人的人 就说 你一定要割损 就是那个争论的那点 那面对这个问题呢 最后怎么处理呢 结果是怎样呢 就开会了 开会最后的答案呢 就说 第三行 洞察人心的天主 已经为他们作了证 赐了圣神给他们了 如同赐给我们 即是犹太人一样 既然是这样呢 你干嘛要试探天主 要给一个他不能够负贺的握呢 所以 所以 就不用行割损离了 这个就是圣经的记载 这个记载 其实就产生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圣经 旧约原本说 要行割损离的 他们自己推翻 这帮人最正确的 就是如果用 新教的朋友的说法 他们不跟圣经 还记录了 他们自己作的东西出来 很明显他们做的事 不是跟耶稣基督的做法 他们自己判断 因为耶稣基督 你可以想到 其实我们说圣传就是这个 你可以想到 其实每一代人 就必定会面对一个新的问题 在耶稣基督 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在犹太人当中传教 他当然没有这个问题 谁知道保禄后来 向外帮人传教 所以就产生这个问题 就是没有可能 所有问题都 耶稣会说过 耶稣会说过 所以你不要说 现在去问圣经 是不是用不用得 什么CHAT GPT 耶稣一定没有说过 这些东西 等等这个问题 所以你会看到 直头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 寄在圣经里面的 就是说 中途是按照自己的判断 去推翻旧约的做法 那究竟他们叫做 我们是跟 跟他叫做跟圣经 还是跟旧约才叫做跟圣经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 你可以想想 所以你就明白我说的意思 就是 其实我们说用圣经来做判断 不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初期教会 已经显示了给你听 圣经是重要的 天主的话是重要的 但是 其实教会 是高过圣经 你可以说是 它按照实际的情况 它是会去处理的 就是这样 好了 跟着新教的朋友跟你说 就是 圣经都告诉你 是不是 他们后来 这里都是圣经 他不是告诉你 不用 所以你应该跟 他新一些 那些旧一些 是不是 我们跟新一些那些 都对 是不是 旧约的神都是不圆满 新约才圆满 他可能会这样 好了 那跟着这里怎么办呢 前面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 我现在说了后面的问题 因为那段经文还有的 虽然说不用割选 不用割选 但是还有些要求的 当时因为开会 你想想 有犹太人 有非犹太人 如果你全部 将梅室的法律 全部一次过推翻 你作为一个犹太基督徒 你这条戏都很不信 是不是 所以虽然推翻了割选 但是 戒食制邪臣之物 血和疾死之物 并戒避奸淫 那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问你身族的朋友 有没有吃猪虹 有没有吃鸭血 照这里的说法 是不是 都不行 事实上是有 我们知道有中派是这样的 应该是耶和华见证人 我不记得是谁 那他们就真的跟到足 他们这个都继续跟 所以不输血 死都不输 这样 那当然那件事很复杂 如果你再探讨这个问题的话 他们不输血 最后是重新定义过血的 是啊 就是在美国 就有这些 他们正在研究中 就是什么叫做血呢 血清是不是呢 就是他们有个 好像据文有个准则的 就是有个标准的 就是你 某些才叫做血 那些不行 其他那些可以的 那我们不理这些了 就是说回这里 就是 好了 如果你跟着的话 你就不能吃猪虹了 你去吃火锅就不要吃猪虹了 所以你决定不吃了 所以你决定不吃了 是的 任何都不行 三成熟 是的 要落熟它 是的 鞋牌一定要全熟 这样 你就不能够了 那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我就问 就是如果你的所谓跟从的话 就是你说要跟足圣经 就是如果前面你说 他变成那些 他又有这样的做法 那你跟不跟呢 或者再想深一个层面 我们去想的话 其实是不是想我们这样跟 就是我们这样讨论下去 其实都是很 糾纏于一些很 很无谓的东西在那里 就是我们会看到的 前头他们中途 在耶路撒冷会议 在这次会议里面 他们改变那个做法 他是正在回应时代的需要 去做一些新的做法 而是更加能够显示出 耶稣基督的救恩 就是我前面这条题目 就是 他们更加明白 就是在葛选礼这件事上面 他们更加明白什么 耶稣不是 就是天主不是 只是想救某一个民族的人 天主是想救所有人 就是他们 就是我们不知道实际的内容 他们不是糾纏于这个 很技术性的问题 不是各不各选这个问题 而是他们重新反省了 这些人 不是犹太人 他是否可以得救呢 我们发觉 就是他用那些很神圣的字眼 就是已经赐了圣神给他们 实际上可能他就看到了 这些人都很好地生活 这些人都很恭敬天主 这些人都是愿意 活出信仰 他没有理由不得救的 他是从我这样的角度去处理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再深一点去明白 天主的旨意 就是想所有人都得救 就是普遍救恩的意思 当他有这个意思的时候 他重新再去看圣经的话 我们就会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发展的脈絡 就是所谓 将那个道理再深化的意思 再深化的意思 所以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就是用这个例子有点搞笑 但是就想让你明白到 就是重点就是 第一 在初期教会已经显示出 其实教会本身是很重要 教会的决定本身是很重要的 当时其实没有圣经 我如果说教会高于圣经 有时候有点偏差 但是教会本身是 他甚至将一些旧约里面的规定 他都可以改变了 但是我想说 其实这个改变就是 正正在他们信仰生活里面 这个就是圣传 这个由要割损到不用割损 这个传承里面 其实它是传承了什么呢? 救恩的范围的扩大 更加大的范围 我们明白是全部人都可以得救 不是限民族 这个例子我经常举的 在座应该都不少人听过 同样地我们说 其实我们经常说要跟圣经 跟圣经 那究竟跟不跟呢? 这段 就是说 男人祈祷或者说先之话 现在我们不说先之话 大部分人都 祈祷不能够蒙头 所以男士记住 你祈祷的时候不要戴帽 不要蒙着头 反过来 女人祈祷一定要蒙头 不蒙头 就羞辱你的头 女人蒙头 女人蒙头 就剪她的头发 是不是? 我们现在还需要跟呢? 圣经是这样说的 很明显我们没有跟 就算基督教的朋友 也很少跟 我几年前去过一次台湾旅行 我去新北头附近的一家圣堂 真的有位女士蒙头 就是我们天主教的 其实我们教会有这个传统 是这样的 是的 有人是蒙头 其实根源就是这段圣经 但如果我们说 唯独圣经你要跟的话 其实你要跟的 这个 但我们很明显不跟 你基督教的朋友也不跟 为什么不跟? 好 好 複杂 我都要看头 不用看头 你蒙着头就可以了 你去 他的道理很简单 他的道理就是 这些其实不是天主的旨意 这些部分就是属于当时的习族 但这个有趣的地方 你就要留意 就是 究竟谁判断到这些是当时的习族 还是天主的旨意呢? 就是跟你说这句话的人 是吧 所以他们虽然说 圣经高于一切 但是在实际的层面上 就是我家里的情况 在我家里面 大事就是我决定的 小事就是我老婆决定的 问题 决定那件事是大事还是小事呢? 就是我老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现在你说圣经是最高的 问题就是圣经里面哪些内容 是一定要跟 哪些内容不用跟 是我说的 那究竟哪个高一点呢? 这个就是很多时候基督教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 因为圣经不是一本会致命的书 我们说 就是如果圣经 就是天主在上面 扔一本圣经 下来的 是直接是 好像洗衣机说明书那样的 那你就可以照跟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的 圣经其实很多人写的东西 他就着他生活的经验 一路写了一大堆东西 其实是没有办法这样跟的 那你都要判断究竟跟哪些 事实上里面是包括很多人的生活经验的 那你旧约那些 那些 出谷的人 去到那些地方就杀人全家了 那我又跟 那不行的 我又会判断的 所以 所谓跟圣经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某个程度 当然不是完全 某个程度 都是跟回人 或者就像基督教的情况 就未必是跟个别的人 其实他们都是跟教会 不过他们的 present的方法 跟我们不同 他就会说 圣经是这样说 圣经是这样说 他就不说 我判断了圣经 这里是这样说 才是要跟那些 我就没有说那句话 所以 反过来说 如果没有在天主教那里的话 我们就会强调教会 我们就会说得清清楚楚 在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就会说 教会 在今天的话 是有一个所谓 愤怒的责任 愤怒的责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路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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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如果我们有 那个圣传的概念的话 它一路传下来 其实它会有不同的事情出现 它会有不同的事情出现 同样地 对于圣经的解释 一路传下来 到了今天 也有不同的理解的方面 就像刚才那些经文 你会有这样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教会就要帮助我们辨别 哪些才是人走向天主的道理 有一套说法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教会的奋怒 其实它是有这个责任的 有这个责任 他就是 但是记住的 教会这个责任 不是教会当局 去 他喜欢怎样就怎样 不是今天 教宗方制国 和幕僚就觉得 我们今天觉得这样才好 不是这样 其实他们有一个责任 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都是建立在 对于这个福音 就是说人如何走向天主 这件事 他尝试对应今天的生活 去跟你说一些东西 去跟你说一些东西 他觉得这样的东西 对你有帮助 有时候他们的表达 都未必是完全圆满的 所以即使是教会奋怒 在表达上 都会有了不同的 我时常举一个例子 因为最近做功课 都举一个例子 教会有一段时间 是不准火葬 只是土葬而已 那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时代问题 当时的时代 有人火葬 就是为了否定 肉身的复活这个道理 他说 我不相信肉身会复活的 你们天主教徒说会复活 我整条丝烧毁了它 看看你怎么复活 即是它是一个抗议性行为 那教会面对这种情况 它就不容许你们火葬了 因为你好像呢 就是帮他们造势 当你火葬 好像你是支持他们的说法 但我们知道今天 教会是可以火葬的了 是不是 原因不是教会变了 时代不同了 现在火葬 你大概烧了一条丝 也不是为了和教会对抗 你也是因为没有定葬 和卫生问题而已 那些问题就对信仰没有矛盾了 另一个很困扰 可能会困扰到大家的问题 就是教会今天就说 不准花圆葬和海葬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不过是在香港 全球化之下的情况 在外国呢 由于这些花圆葬和海葬 很多时候是表达一种 叫做New Age的思想 就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的表达 就是人呢 它的说法最简单 就是整个地球就是一个神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性 现在我死了 我们就葬在花圆 葬到海 就象征着神性的回归 这些说法就令到教会很警惕 其实就跟当年不准火葬一样的 所以他就要避免为他去说 为他去说 所以呢 就不容许 不容许 我整天就半开玩笑地说 过多十年八载就 就不反对了 不会鼓励 好像现在火葬都不鼓励 就不反对了 而且现在时代再进步了 据我所知 现在教区都在研究的 就是 让你用一个器皿 装了骨灰 放在花圆上 那个器皿 就是会可降解的 漸漸就会降解了 所以其实是背后的思想问题 其实不是实际做的问题 那教会就是很多时候要做 尤其是现在 其实教会很忙 所以是 世界日新月宜太多新的东西了 他就面对这些新的东西 他经常问 我们究竟怎么做才能回应到 就是走向天国呢 就是那个问题的所在 所以我们说 教会的奋斗 就像我们最后这句话 就是 他其实就是 将天主最重要的道理 想传下去 而不要出错 这个就是所谓 教会一个很重要 很主要的责任 他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继续讲的传承 就是刚才讲的传承的问题 我们就说 初期教会 圣经确实是传承的核心来的 但是呢 在传承过程里面 是会有变化的 而且会出错的 而且会出错 在传递的过程里面 就是会有问题的 那么 其实有问题 都是教会团体本身去辨别 还有呢 有时候呢 这个传承是要一些比较长的时间 才会有结论 这个就是传承的那个道理 那么 我 举一些例子 不断讲 大家都是很抽象的了 这个也是回应 我经常拿来回应 基督教朋友的问题 第一个例子就是三为一体 圣经是没有三为一体的 就是你找一本圣经 是没有tunity这个字眼的 其实没有的 完全没有 但是基督教也相信的嘛 基督教也相信三为一体的 所以你应该问一下基督教朋友 如果他来客气地问你 为什么你拜圣母的时候呢 你都客气地问他 为什么你相信三为一体呢 大家客气气地过 那圣经里面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其实它就是一个传承的过程了 就是说 圣经里面记载了耶稣是天主 耶稣又跟他们说 跟那些门徒说 我的父派我来的 然后他又说 我走之后 圣神就接我的位子了 很明显这几个单位 应该等级是差不多的 然后耶稣又说完那些说话 我们不明白那些 但是大家照说那些就是 父在我内 我在父内 就是说完这些说话 这些东西 一堆东西在这里 就是圣经 圣经就是记了这些东西 圣经记了这些东西 好了 那你后来传教了 你开舞蹈班了 那个舞蹈士很劲力我 就看了这些东西 就问你为什么 那你便要回答 你便要回答 那你就说 嗯 他们是三个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 那你就尝试解释 你就尝试解释 那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说法 当然这个半开玩笑 要说三个看 有段时间都说不完 其实就是这样形成 那这个 于是 教会团体 在里面其实是重新去思考 那个问题 那为什么耶稣 要跟我们这样说呢 耶稣又不是乱说的 耶稣一定是有些原因 他才跟我们这样说的 那么我们就尝试去解释 而这个解释呢 其实又帮我们更加深地去认识 他要传达给我们的道理 最简单 其实很多时候 今天讲三位一体呢 就是讲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 就是共融的特质 这个三又一 一又三 其实就是一种共融 就是如果你很深地去想三位一体呢 你应该减少很多纷争的嘛 就是教会里面就是 我们虽然不是同一个人 其实我们是同一个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你没有纷争的了 是不是 你现在反过来 你整天都觉得不同 什么你都觉得不同 人家插盆花 那些花左一点点 你都觉得不行 要又这样 如果你说 其实你插就是我插 其实我们都是一起插而已 那你就不会有纷争了 是不是 如果你有这样的思维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道理 我们就是这样去想 你可以说是 当然这是很浅化的 这样讲 于是最初这样回答 回答一下的话 去到最后你看 我们今天念信经里面 开始它就讲了 它就讲了 其实是怎样三位一体 虽然我们大家都不明白 但其实它就还讲了 你念信经就是 与圣父同性同体 接着那些就是 因圣父圣子所共发 那些就是三位一体的表达 你还没明白 也不用明白 也不用怕 但是它就是尝试去解说 譬如我们说的传承 另外也是 是这样的 核心部分 刚才讲了 是不是 就是那个经文 但是除了那个经文的话 其他东西是不断变的 不断变的 我们其实没有尝试过 跟着圣经去做 这样的 因为跟着圣经 最后晚餐应该是 摊在那里吃的 因为犹太人的习惯是这样的 后来研究过 大家摊在那里吃 所以那个经文 你眨眼看 觉得很凶特 就是 它最心爱的叛徒 就摇下去它的怀中 你心想 男人老狗你搞什么 就是这样看 其实他们本来就是摊在那里 那是很自然的 其实是 但是我们不会这么做的 那你又不跟着圣经 而且 你看回礼仪 其实发展的话 是很长篇的 不断改变的 这个改变就是因应时代 所以不断随着这个时代 譬如我们在特朗多大公会议的时代 他很强调 尼莎那种朝向天主 司徒带领信众 朝向天主 所以 司徒就不看着你 看着天主 一起看着 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在这样的思维 形成了这样的礼仪 今天就不是了 今天我们强调 是一个共融的团体 所以就是我们围在一起 对着圣体 没有说谁是对错 其实是时代的问题 是时代的问题 所以 你就是 这个就是那个全城的过程 所以我们说 其实在这个传递的过程里面 是不断有 我常常用这个字眼 就是一个不同的表达 不同的表达 过去很容易将这些不同的表达 就当作真理满身 过去很长的时间 甚至今天我们也会有这样的谈 其实 往往是所谓 是大家表达不同的 在座有些人读过神海 有些没有读过 譬如今天我们很常说的东西 二性一位 三位一体 其实它是一种表达 它是一种表达 就是我刚才这么说 在过程里面 我们思考 耶稣 祂有了吃饭 是不是 又会流血 祂是人 你又是神 那怎么办 后来研究一下 我们叫祂做二性一位 你这样解释 其实这是一个表达 是一个表达 过去的做法 就把这个表达定得好死 你一不讲二性一位 你就被人赶出教会 被人追杀 过去会是这样 到了今天我们意识到 其实很多时候 其实这些说法 是一种表达方式 一种表达方式 所以我说凡而之后 教会更加倾向接受 不同的教会团体 有自己的生活经验 按照他的生活经验 就会形成了不同的信仰表达 去到这个位置 其实就尝试回应新教朋友的问题 就是我们应该是从最大可能去看不同的表达方式 就是说 其实在那个传承的过程里面 我们刚才说的 教会 就去传承 一路传 其实还有另一个幅度 就是 那个传承 教会团体 尤其是现在世界这么大 其实有不同的传承 有不同的传承 会形成不同 我们刚才说的 用不同的习俗 那个层面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层面 大家都没走到最后 不知道哪个才是最好的表达 那这个甚至呢 是可以放在不同的宗派上面 放在不同的宗派上面 比如一个很健康的例子 我们知道呢 我们 我们就是称恩信誠义的 就是天主教 恩信誠义 因为你信天主 你成为义人 但是信义中 就是恩信誠义 他是跟马丁路德的说法 因为你信的话 我就叫你做义人 其实你本质不是的 你还是罪人 因为你什么都做不到的 其实你做信义中教友也挺好 你本质上很废 你唯一是信的 你其实什么都做不到 所以你就算信的话 我就叫你做义人 给你一个 就是义人 其实你本质也是不行的 大家的说法不同 好像很矛盾 但是我们终于出了一个联合声明 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我们出了一个联合声明 那个联合声明说什么呢 他就是说 就是透过就着这个神学议题 我们搞清楚对方在说什么 当你搞清楚对方说什么的时候 其实是有相同的地方 而相同的地方就是合一的基础 好了 不同的地方 其实就是 大家在信仰生活里面 渐渐形成的不同的取向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我们如果相信一个相同的地方 如果在合一的过程里面 教会生活的经验是相同的话 其实就有机会走向合一 所以我们就愿意交流分享 这个就是宗教交谈的重点 我们就会从一个这样的角度 去看别人的不同 就是说 我们跟另外一些中派不同 不是本质上不同 不是非此即彼的 是表达上不同 以表达的形成 很多时候就跟你的生活经验有关 结婚的人 应该说结了婚的人 结了婚的人就很明白这件事情 是不是 我家里吃饭就是这样的 我太太常常都重复这句话 当年如果我小时候是这样 飞杖过河的话 手都敲脱你 她的生活经验是这样的 她家里对于餐卓礼仪很严格 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是在飞杖过河 我家里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就是大家对于餐卓礼仪 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但是现在我乖了很多 我们共同生活在一段很长的时间 你就会形成一个表达一致的方向 当然哪个走向哪个 其实都应该走向有礼 不飞杖过河是对的 所以我们就说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如果这样看的时候 又回到敬礼圣母这个课题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你应该怎么回答呢 如果你问我的话 就很简单 大家的经验不同 为天主教来说 我们敬礼圣母这个传统是很悠久的 我们很多人加入教会最初 就已经念玫瑰经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 如果你认识的话 你再说多两句 就说 其实我们这个经验 已经是属于浅度的了 你喜欢动的话 就要动东正教那些 因为东正教 我们经常说 我们是站在中间被两边骂的 基督教就骂我们拜圣母 东正教就说 我们不够恭敬圣母 我们在中间很惨 所以你引他们去跟他们说 是吧 你看看 你如果去过朝圣 去过东正教 很夸张的 那些圣母下面那些 那些金手金脚 用金箔做的 金手金脚 他们经常去找圣母许缘 我闭了一只手 圣母 我求你我康复了 康复了 康复之后我就还怨了 这样 哇!很靓啊 所以做一只金手金脚去的 如果你有机会去东正教 他们去到这个地步 其实不同的中派 或者不同的教会团体 他是有不同的经验的 他有不同的经验 他加入这个教会 他就经历了这些不同的经验 所以我们是彼此有自己的传统 我们就有敬礼圣母的传统 确实是的 这个是我们去表达 我们信仰的其中一种方法 所以你不用这个方法 其实是没问题的 你不用说到你们 什么不敬礼圣母 圣母很厉害 也不用的 其实你有你的传统 我们有我们的传统 我们有传统 这个传统是由教会生活形成的 由教会生活形成的 所以 你是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我可以告诉你 其实敬礼圣母是什么一回事 我也可以听一下你们说 你们不敬礼圣母 你们信仰生活的经验也可以 这个互相了解 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他去了跟东南亚地大的青年一起聚会 他就说 他发觉去到当地 他们去到基督教的家里 人家有圣母 有圣母 他们去到不得了 敌人太强横了 已经 何必来斗呢 是吧 所以某个程度上 原来都是时代问题 就是我们太强大了 所以有力互劈 他们说 哇 我们的印度教 回教 已经很势大 我们根本没什么机会传教 我们自己 还不friend 没有所谓 聖母 我们都敬礼 没有那个问题 所以不同地区 不同情况 其实会很不同 会很不同 所以我说 最后我想说 固然这个是 讲新教 用这个做题目 其实我很想告诉大家 大家 希望你初步 如果没有读过神学的朋友 初步掌握到 圣传这个概念 其实教会 不是只得圣经的 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是强调 我们教会团体的生活 的传承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会形成很多不同的表达 就算在教会团体里面 我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表达 可以是很小的 也可以是很大的 所以 其实我们是多一点去了解 这里就说天主教 其实我们可能是了解 别人 那个表达的真正意义 不只是看表象 其实背后的意义很重要 如果对基督教的朋友 或者叫他们对我们 就是可以去理解对方 不同理解那个含义 也就是理解自己 究竟在做的事情 的含义是什么 如果你要 你其实要真的 答这些问题 其实去到最后 你也是要了解含义 那你了解了这个含义 你就可以肯定你自己 那反过来 你其实对别人的批评 或者对别人的看法 你可能反过来 可以欣赏 你可以 原来他这样说我 我都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 我们做得不好 或者我们 都是有些问题 就不用那么心虚 所以就希望我们 其实回到最后 都是要顾本培圆的 其实你对于各种课题 如果你觉得别人问你 你不懂得回答的话 教会其实是有一套说法的 有一套说法 我们可以去认识 今天就很充装 讲这些课题 就想带出来 其实教会是什么 教会和圣经的关系 其实教会是高于圣经的 第二就是我们有一个 所谓传承的过程 去让我们的信仰 真正内容 一直丰富 一直深化 让我们去更加好 找到天主 好 我讲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其实我们说到四点半了 不过讲的部分就完 如果要离开之后 大家可以离开 但如果想聊聊天的话 都可以聊聊天 现在是答问的时间 有东西可以问 是 问或者说你想想的东西 都可以 小小分享 我听完多了 多谢你的资料 令我丰富了很多 多谢 但我也会问一件事 其实教会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但难是难在的 因为自从2019 有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其实整个 生态都变化得很重要 就 产生了很多立场 而那些立场 令到大家都很四散 不知道很困难 很困难 很糾纏 很糾结 而不知道 我们现在要走去哪个方向 所以我在这里都会问 你又是你的灵 你又有圣灵同在 我又有圣灵同在 但为什么在同一个教会 会这么分裂 其实共用是很好的 凡义提出了这件事 是非常好的 但是 没理由 我们共用不了 为什么会搞到这么撕裂关系 我们在信什么 大家在信什么 那种关系 完全是妖魔化了 无论是天主教也好 基督什么新教也好 都是这样呈现的状态 我想基督新教的朋友 要来到天主教的场地 其实他是想找个避难所 因为他们也很辛苦 但如果天主教 似乎天主教的教徒 不会去基督新教 又不知为什么 他又不会去那里做避难所 其实这里的问题 一直没有解决过 我想 不是要跟他们谈 究竟什么圣母 教宗 因为我相信基督新教 有一套想法 而那种想法就是 因为我仍然觉得 聖母是人 我怎么都不可以 将他去想他这么圣化 因为他不是列入三位一体之中的一 所以可以撇除 只不过天主教有这个表达方法 不要紧 但问题现在是 很多人被遗弃 被遗孤 我正在想 大家如何在这里共用 你突然间他要避离这一道 而你要跟他去解画 当然天主教的 就不可能跟他分解到那么多 因为除非你学了基督新教那套 有没有什么渠道 可以大家可以 比较 大家相处得舒服些 我反而是这样 可能他仍然没有办法 可以接受天主教那套 但是怎样可以令到他 都能够可以在避难所当中 他可以 你的意思是 有一些基督徒 他因为原本那些堂会 他就不想去 他就来了我们天主教 他就当避难所 他当避难所 他就参与我们的尼撒 或者参与我们的活动 因为他相信那些圣礼是有帮助 或者可以令到他靠下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其实是已经有很多人 有情绪病 是 有些直接是躲起 不想再出来 不想再接触 那 那是否这个时候应该是 我想就是 天主教和基督新教 应该是一起去合作 不是再去看 因为教会生活化了 是 这个场景现在去到 那么坎坷的时候 是否要大家要 互相接纳互相的不同 然后 怎样让他有个空间 舒服些 可以留下 我和你一起生活 你又和我一起生活 我是这样 我明白你的心情 我明白你的心情 确实是一个困难 但是我想说的话 就是 正如你所说 其实很多人 他本身接受不了一个很巨大的创伤 我也同意你的说法 应该是大家一起合作 那些 当然不是我这个程度 做得到 那些事情 不是我做哪些事情 令到他会变好 当然我 很同情 也觉得很 很伤心 我们知道很多人 受了很大的创伤 我身边很多人 都有这样的经验 或者各种程度的创伤 甚至我们在座的人都有 但是这个创伤不是 不是聚会多几次就解决得到 或者不是说我接纳你就解决得到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 所以我就说 所以我就说 如果你要用 所以我说 如果要用 刚才你所说的那些 他会弹走 不 因为我刚才说的 不是处理这些问题 我没有打算处理这些问题 不是 我知道 但是他们通常都会 有时候 你去到一个 不熟悉的地方 我又要跟你打交道 我又要跟你溝通 你又要跟我溝通的时候 可能我经常就要用这些 来说一下 只是说一下 只是说一下 但是其实他内心 可能他还是PDSD 即是创伤后遗症 那些问题的时候 我想一种陪伴 天主教最强性的 就是那种陪伴是很有力的 而那种有力 反而不是用教义 来跟他回应 可能是会不会慢慢转 就是教我们怎样 转下转下 转到我怎样去关怀到你 怎样去陪伴到你 这些才是我们的力量 我同意这些 所以 不是我能够做到那一法 我只是讲道理那些 我也想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我明白这个教会有担心的东西 其实我自己的想法 我们是一个罪人教会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我相信在他说的那段时间里面 教会里面有不同意见的人 中间的分裂是很痛心的 但是这个是人的聚性 我自己这么说 我们教会两千多年 其实在不同时间 我们回头都有一些 他们都讲过 有些是做得很不对的事 在现在这个角度 看回当时是很不对的事 这些是已经发生了的事 你说为何天主容许这些事 在最初看回当世纪 家阴杀死他大佬 都是一件很不对的事 这些是 在人的自由意志下 你自己决定自己怎么做 我们只能够接受这件事 我们是想做好些 不代表在教会里面 就不会出现这些事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些兄弟如果跌下一个位置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他不肯去承认这个困难 我怎样走出困难 我反而用这个角度去看 我同意地说 陪陪我是很重要的 如果那些兄弟有这个提问 他有一个这样的提问 就跟他说回这件事 至于他里面那种不自在 是另一种处理方法 我觉得两种不可以混在一起 这是我自己的意见 谢谢你 我只会讲道理 我也讲道理 陪陪我拿我不行 但我同意 其实灵修很重要 教会讲 我们讲教会学 教会我们知道 教会是 智性智公 智一 智一智性智公 从中途传下流的教会 我们说是一个智一的教会 很明显是很混帐 是不是 一路分裂的 由头分裂到尾 就是刚才你说的 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分裂了 神学家怎么说这个问题呢 神学家之为神学家 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就是这样 希望帮到你 为什么你要分裂呢 就是你相信有一个答案 你相信有一个答案 所以你才要分裂 如果你想想 不是的 你说喜欢独裁 就是独裁 我喜欢民主的民主 这些是没得说的 就是大家有大家的style 而已 那大家可以继续一起生活 你就是觉得 你有一个答案 就是独裁是不对的 民主是不行的 你才会分裂嘛 所以 所以刚才说 我虽然这样说 但是我也是要说 也是要说 我们中学学的毕业生 曾经有人说 罪人的教会 就被韩总主教糾证 我们不是罪人的教会 是拥抱罪人的教会 是啊 大家说 平时说无所谓 你有机会觉得韩总主教 你就不要这么说了 回到那个问题 其实 其实 其实那个黑暗背后 正正是你响往光明 为什么你觉得 你觉得很不开心 很不舒服 就是你信有对的东西 你保持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我想说 当然你看到现在分裂 或者看到有人做不好的东西 其实你会觉得愤怒 或者你觉得想变成好 就是这种心是最重要的 如果不是我们就 但是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 这个东西其实是双面人 一方面它就会产生问题 但是如果你能够 你能够 所以现在教会说 合一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其实分裂 我们现在从一个正面角度去看的 分裂就是大家都追求真理 所以才分裂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追求真理 我们看到别人追求真理的一面 我们就愿意一起去继续 就有得对话 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 问题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就是灵修不够 是不是 你看到别人是蓝丝 你就觉得 费的 衰 不如这样 其实它正在追求真理 不过它追求真理的方法 和你刚刚相反而已 那你就不信了 你记住 有机会听我录音特带 买一下广告 你记住 你最后在天堂也是要见回它 你终于你也是要见回它 你到时候怎么办 你不如现在开始努力 当然这个就是道理 道理的层面去说 实际要做到没有 就是一个很深的灵修 我们经常说 现在很惨 很痛苦 很绝望 我通常都介绍 你看一下林军慧的书 是啊 我经常很佩服林军慧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 他新的那本书 你其实很 你其实很难想象 你走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你讲极道理 最后那些人都是 都是卖了个女儿 斩死对隔离屋的人 那你都愿意继续说下去 其实你要 你要真是心怀好心 好心 那个光明的渴望 和相信这些人 全部都是有机 你最后在天堂会碰回它 你才会这样做 相比之下 其实我们的level 当然不是因此 就是说那些痛苦不是真的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 你如果 你所谓灵修 其实你就是越来越近天主 你越来越接近 那个超越的传有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放下自己 不要客气 我十几年前 就在一个课程之中 就认识到一个朋友 那一个朋友呢 就是基督徒来的 那我是天主教徒来的 那由哪时开始呢 我和他呢 是常在一起去上堂的 他又来我们天主教那些 我又去他基督教那些 那就是大家互相分享 十几年了 就是非常之好 另外呢 我们大概 我和我先生十年前呢 我先生不知道走去哪 这个 就是十年前去思维上堂了 半年那些学习如何 以立着祈祷呢 我们整班同学呢 一半是基督教的同学来的 那我们 我们上完课之后呢 我们差不多超过十年了 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聚会的 那我们是透过看电影 然后去跟父母去学看电影是怎样灵修的 那然后我们看完电影之后呢 我们就每人都有些分享的 那但是我们在伊纳着那里 我们有个好处就是 我们是用心聆听对方的那个分享感受 是没有批判 没有建议 那所以我们这班朋友呢 是这么多年都是很好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很幸福啊 可以认识到很多基督教的朋友 大家互相分享 是啊 所以灵修那个入手 其实是一个好的点来的 我们今天都是有一点挂羊头 买狗肉而已 就是 都是想说 其实未必我们和基督教 未必是真的这么大的矛盾 挺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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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喜欢参加基督教及委员会 和天主教这边呢 那些活动的 就是什么讲座啊 什么祈祷会啊 好像上个星期呢 我才去沙田那个 聖本都那里听呢 哇 真的很感动 听了略林牧师说 他说 我们不要说 一些不同的东西 我们讲一些很同的东西 那接着 牧师就很生活化 地说他的潜水 看到那些海洋生物 怎样 就是被人放生 等人放死 他很难过 接着他 他又到探访 他去医院探望他的弟兄 那 遇到天主教头 他误会他是神父 但他没有澄清 那 他讲笑 跟周主教这样说 周主教我每次都有澄清 我是牧师 我不是神父 但那次没有 真是很惭悔 尊与此类 列举其中之一 但是 之前那些都很有意义 譬如 以故 毅神父 那时有个学生 即是后来的牧师 是他学生 那时他问毅神父 可不可以租 租个地方 给他搞学校团契 毅神父 以话不说 愿意 就给他为所事 奠定了日后 去合一的基础 我参加了这些 合一聚会之后 很开心 年年都很雀躍 不是很像外界所说 这两派基础徒 分裂 多谢 好 所以另一边也是 以心善功 也是好事 通常我们说合一的时候 保持在灵修 事工这个层面 就没有那么多纷争 我说的最危险 那些通常会更容易 作为一个合一的起点 好 还有没有人想谈一下 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有人想谈一下 留下谈也可以 所以没什么所谓 那我先带祈祷结束 好 我们静一静 谢谢大家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玛 全面世纪天父 很感谢你 让我们 让我们聚在一起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很感受到 其实大家都 愿意去为信仰 去思考 去学习 是出着一份很真的 的爱和意识 去相信天主 你都感受到 我们很希望能够投靠你 虽然在现实的层面当中 我们面对很多困难 疑惑 这么担心 或者找不到出路 但我们唯有 将所有都交托给你 求你一直带领我们 以上所求 是恩主耶稣基督之名 而求求你 苦听我们的祈祷 是吗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是吗 好 你是不是有事 是 好 感谢阿峰 第七次 其实呢 我就 很相信 今次的题目 就是一个很好的 给我们一个装备 天主教徒 我想近年慢慢 越来越好些了 就是遇到基督神教朋友的 一些挑战 争论的时候 有时 信心不够 我们就 说两句 乱债 我觉得 起码知道一个背景 一个基础 是帮我们强心 亦都可以 定点来 理性 和别人 而是和别人沟通 我觉得是很好的 一些资讯的背景 这一类的讲座 应该说 不仅是阿峰 这一系列的讲座 就是我们 陆续 大部分的讲座 都会录音的 只要讲座 就OK 就会放上网 可以之前录讲 包括其他的讲座 都可以大家上我们的网页 可以听回录音 PowerPoint 就会随后 email 给大家 下个星期 6月3日 星期六下午 三点钟 有一个 不是信仰的讲座 是一个 健康的讲座 就是 足底按摩 清姐 会来到我们当中 跟大家 去讲一讲 足底按摩 有什么好处呢? 甚至清姐 就是 她是 足底按摩的治疗师 她真是她自己亲身的经验 就由学 以至成为治疗师的过程 她真是能够成功 是帮到她妈妈 这个叫做 认知障碍症 是减低了很多 可以 欢迎大家 三点钟来参加 都是自由捐献 我已经参加 多谢大家 那 讲座是自由捐献的 捐献商 可以大家随便下座 多谢大家 还有如果有IG的话 就帮我们 follow我们的IG 多谢大家 在庭峰那里 有个IG 好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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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是否直接不去Pay公園 上我們的網絡 對他們的活動 有一個在網上的 網上的網絡 或者你現在有用手機 有試過用手機上網 沒有 你手機上網絡 我幫你這樣 你手機上網絡 你手機上網絡 不是飛過頭 是網絡 我也想你 我試一下幫你 是否真的要去探你 我之前也想要去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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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要去探望 你好 你好 我也是探望 比較合一比較複雜 是啊 但你質疑應該不是 公司上網都咬得散 不過現在都少了 現在沒有以前 我自己也想要去探望 2019年那件事 之後就有很多後環症 對 對 其實有些教區部分 如果有秘毒圖 找教區那些 那幾個高層 不知道 我希望 會不會再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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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給他沉澱一下 好 你會趕著嗎 不是 我跟你說 我知道 認得 認得 怎麼不認得 好啊 我想像 想開人家 起聲 帶我 是啊 我想有些東西 我介紹 我也是天使教員 但剛剛我看 你已經讀我 我其實是 我應該說 我們是近年才過去的 沒錯 即是回來短暫 回來自己試過 是啊 對 試過 三個月在那裡 沒錯 我每次都知道 是啊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 沒有啊 我們那邊都設了一個 就是教育 其實我們是設了 年齡 就是想我 那邊就是 Gabber 大約 一百四十 一百 就是 Milton Kids Milton 很少人 其實 我很好笑 因為我去那裡 因為有很多親戚 其中有一個人 在印度 香港的教育 他也是反天主教 他說 他從來都沒有 香港人搞的天主教教 那邊呢 華人基督教我很強 他們有三個教育 我們一個都沒有 那我們是緊這兩年 那我就剛剛做到 那當然就是 他上一次 那個那個 又有新的 有些農華圈 也有些 一些剛剛的問題 那麼 Stay沒多久 就是這樣 所以都剛剛設了 可能都有很多問題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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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是 香港人 給一張一次 那 神父我們都有寫 給神父 但是因為 我們明白 很複雜 那個情況 因為經國教會 不能夠去 對 這一張 是很深的 所以他就想 你現在就和大家 香港 其實入到去 錄賽丹 六個經過的 六個經過的 對 就去主持 你看到 那個 講座 希望 你下一次 多一點 因為下一次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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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他們再 下一次 大家下一次 下一次 其實應該這麼說 我一早已經收到 因為上一次 那下 我們可以 上我們 又說了 他這樣 回來 我會說 哈哈哈哈 聽你說 interested 我說 所以 例如 之前 是過了 這個 今天 下個星期 就是這個 最新活動 就看到 我們最新 搞什麼活動 就是這樣 好 就是這樣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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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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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一個十字架 好了 你哪個 那你就是 就是這樣 是的 咦 就是 不用客氣 是的 書可以在這裡 是的 其實是可以的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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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槽都是打算 如果真的有什麼 或者 十五元 即是十元 跟他們說 或者跟他們說 就是因為你指定 他們做了十 不過其實 平常他們都很多 是啊 因為 或者所以我 但是我想 是來這裡見到你 這樣 沒有問題 不過 通常我們要說 你要具體一些 是的 就是你如果很抽 就說 做些事情 其實很難的 是啊 很難的 或者我有時候 好像平時那些 或者不是要很恆常 但是好像久不久 好像這些 也都可以 是的 你一來 負擔沒那麼長 但是又好像增進了一些 因為你其實有些事情 去 有個討論 你才能呼吸到一些人 是的 就是如果你說 譬如Sum 做一次討論 那些問題 很簡單 當然就是看你們 做什麼 但是另外 如果你其實就算 做一些比較恆久的事情 就是 我自己的感覺 我就經常去做一些 就是你要 你要真的去探討 其實你 或者是想要些什麼 要些什麼 所以現在呢 其實我也不是說 要做些什麼 我以為是摸索 是的 其實是摸索 但是我們願意支援 多謝 多謝 因為他們現在是 檸檬名字 我們的中文名字 都已經有爭議 有參詞 因為我們就用了 MK天柱教同鄉味 原來我們對同鄉的兩個字 很敏感 這個字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他們就說 原來想著是 同聲同悲 原來他們有點老闊 不可以的 這個字 我們聽了 好像人家 什麼福建 潮州 那些 現在就已經在爭 很多這些 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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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你等一下轉 我們在香港的時候 好像很驚訝 但是 其實都不是的 其實都不是的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們不是的 但是剛剛那些人 要撕那些人 不是的 所以 所以是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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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我會不會這樣問 但是如果是這樣 我一定會 我可不可以直接 問你拿個聯絡 好 好 好 你想拍 要拍戲嗎 不是 我始終 我都害怕 不要 你叫我問 Pinky再問 對 不用這麼煩 那我就 我給你一個電話 我進回 我給我一個WhatsApp 我是Janette Janette OK 按 我想不可以報上名 我是第四屆還是第二屆 你是第四屆 第四屆證書 第兩屆問題 好 那我都會寫給你 好 好 樣子就認得 是的 我知道 我永遠都是處於這麼尷尬的 其實我們知道的 是 我上次是和Oran在一起 Oran應該可能會 你認得到樣子 是的 我知道 原來我也認得到 是的 我知道 認是認得到的 是的 不是 有些人都認得到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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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馬上要脫掉兩次 那我就說 不是 我經常都是的 我看到他們說你來講 我都想來聽 即是我時間可以的 因為你說我 雖然我也欺負了兩下 但其實是好聽 你知道那時候上課也是的 所以你繼續努力 你需要繼續上課嗎 我應該會退 我應該會退 你退 是的 不行 我現在上課全職 你現在有那裏 我現在在天主眼教育事務處 給人做工作 現在就變成飯局 上班了 你當時 我記得你教我們 當時好像 我是Rub from Home 是的 當時有時候 主要是夜間教育 那我們有幸可以你教我們 我跟朋友 剛好去年9月我轉動 快死了 因為我其實是突然間上班的 哦 今年又不知為何夜晚的課 全部一起出現了 因為小團體也是兩邊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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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一起出現了 嘩 上到我呢 暈了去 那我就 頂不住了 頂不住了 而且都應該是找人教 我教了很多人 因為她 聞頭不太快 教了一年 到時還算了 但是正宣 我就請了另一位同學 那都好些 所以 起碼不用每次都理想 是呀 你幫我們都頂了這十年 那不是頂的 我都很頂的 小團體是很特別的 上課的氣氛是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樣 但是 是很開心的 是開心的 是真的很開心 所以其實我 為什麼我想 這麼巧 這麼巧她又面對 其實我不是說 要將這件事馬上聯繫 因為去年那時 Bingy和西文有地物 過了英國 是呀 我突然就想起 我 可以聽一下 你未必你現在要用 但是你起碼拉上一些東西 是呀 那你真的 就像你剛才說 是呀 如果你有時不要說 不要說實際 你有時一樣換樣 又或者 甚至不想說 你今天講完的東西 有 那他們有錄音 叫他們去聽 是呀 都是一個方法 就是你不一定要為他而開一個 是呀 很醜 其實我們有很多資源 看看怎樣應用這些 就是 因為其實你已經做了 可以介紹一下 你不用再說 是呀 找回那些東西出來的 你叫Pingy 拿回那些帶子出來 不就是 他有多少 不就是 善用回 我自己也覺得是的 沒錯 對 沒錯 對 你時間 你融化了 但是你可以停聽 對 沒錯 對 你又不用那麼辛苦 又可以善用之餘 對 就是這樣 好 謝謝 好 謝謝 保重 順風 拜拜 拜拜 好 OK 走了 好了 好 好 OK 好 好 好 把照片拿了 哈哈 拿了 好 拜拜 再拍照 是呀 那我們去找 找 去 vic 對啊 對 就是 打聲照顧 因為他 全排都多 然後又跟他的 子参伴 哈哈 對 他將會住在 阿比茲以前 哦 澳門啊 是的 對了 是的 這個好大的 真的 大點心 這個蒙是否真是 紫你不嫌 我剛好就這盒 嗯 嗯 好的 好的 他都要 他還要 他媽 這個 你還要 可以 他媽 我 是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